我们要识福 要识做一个好人 首先要肯定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动身皆有佛心 儒家大德告诉我们 人性本善 以这个为基础 来修自己的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自卑 佛又告诉我们 行量要大 量大复大 心同虚空 量周杀皆 我们的真诚心 必须空发解 我们的清净心 必须空发解 我们的平等心 正觉心 慈悲心 无疑不适 周辨发解 包容一切众生 说佛不是设别的 是觉悟 佛是觉悟的意思 说佛就是学做个明白人 明白人一定要认知 要肯定 世间 没有恶人 世间 没有坏事 人人都是善人 都是好人 世事都是好事 唯有觉悟的人 才能看得出来啊 你的人 看不出来啊 愣言经上 佛书 若能转进 自动如来 佛教给我们的原则 就是叫我们 常常念着 别人的善 这个人 十分是悟 有一分是善 我们只赞叹 他一分善 只取他这一分善 把他那个十分悟 忘掉 不要放在心上 这人还是个善人 这个人有十分善 有一分悟 那一分悟 当然更要把他忘掉 确定不能放在心上啊 我们心上 放别人的过失 放别人之悟 是我们自己的悟 做人的道理啊 要喜欢人的善行 喜欢人的善行 要能原谅人的过错 为什么呢 人非圣贤 数能无辜 都有过失 想想我们自己也有过失 我们自己有过失 希望别人原谅我们 那么别人有过失 当然也希望我们原谅他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 做人一定要爱人之善 要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 要能够容人之过 要有大量 这个才是福 才是菩萨 福的心 是真词平等性 我们要做福 我们要有真正的慈悲 要有真正的平等 做真正的平等 最善的人 坐卧无端 急卧的人 在我们心里面的低位 是平等 并不是说我们不便是非 善人我们真敬他 爱护他 过人我们也要敬他 也要爱护他 过人才会改转为善人 过人你要嫌他 你要恨他 他更无 他更无不但害他自己 他自己要造出的罪业 他要害社会 他要害众生 所以说是 为他过人着想 为社会着想 为一切众生着想 我们希望他改过千山 这种力量是教化 儒家之所以伟大 他有种树的精神 佛法所以之伟大 他有慈悲平等的精神 不念旧啊 佛法里面讲 愿亲平等 从这个地方才能够成就 圆满的佛道 学佛要脱开心量 经里面给我们说说 佛的心 心报太师 亮州沙基 是佛心 我们如果连第二个人 都容纳不下 这样的小心量 那怎么能成就 所以一定要脱开心量 我们中国古人所谓是 宰相肚子里 好参传 这个比喻就是 大人无心量大 能够容忍 这一生当中 真正做到 不与任何人结缘 永远从感恩的心 他对我有好处 我一生不会忘记 他对我 对不起我地方 就忘得干跟 决定不要放在心上 要聪明一点 自己的心 是清净心 是平等心 是良心 不要收集别人的落索 当别人的落索筒 就错了 大错特错了 别人的善行 可以 别人的卧行卧室 绝不要放在心上 让我们自己的心底善良 清净呢 最好的是清净 也成不然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 人与人都除不好了 你怎么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怎么能跟极乐世界的人相处 说个老实话 极乐世界的人 比我们今天社会复杂太多了 可以知道呢 他是从十方无量无边刹土 去往生的人 形形色色 各种类别 没有法子计算的 这些人能往生的 都是很会做人 很懂得做人 什么时候 我们不见世间过 世间一切人似无 人是我们的有情世界 是我们的生活人似环境 四跟无是物质环境 在这一切环境里面 见不到物 只见善而不见物 那就是惠门大师讲的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往 真修道人 心里面还有是非人物 这不是真修道人 是非人物从哪里来的 从妄想分别职者里头变下来的 真正修道人 佛常常教我们 要放下妄想分别职主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就是弥陀经上讲的 一心不乱 这一心不乱才能先前 念佛的功夫才能成就啊 决定往生 不退成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